我传到这里来 我应该去哪里 曹黄那个谁有没有人告诉他 传到前方之后去哪里 往脚里 去站三秒钟 你刚才去到哪里 爬出了位置 我们平时打的比赛都是 靠我们自己的经验 杨杨杨 从高头空中半步 漂亮空中的拉杆 我一下子不太适应 也不明白他要我们跑位那些 等一下 你怎么放手的 我 我反外面那个 为什么不输进去 有没有女朋友 有好多 好多女朋友 你怪不得了 你强策不去修房 你搞得这两个人面对面的 你 你强策弱切 有修策无修策知道吗 走 走 走 冷静 王思文教练是想 搓一下我的乐器 他肯定是妒忌我 下面我们要做一个 这个基础训练也是 不踢运球 运球的同时 然后做这个脚步 然后控制住身体 把篮上戒 开始吧 走 走 足处 好 足处 加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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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其实每个地儿练得都相当可以 上篮上进 正常投篮 不 如果你们三星的话 连篮都上不进的话 你觉得你们松口有三颗星 好意思吗 好意思 哪 什么人 上进 投篮 如果再有一个上篮不进的 好意思 你们要发跑 真的 啊 啊 啊 这种专业队的训练 跟你接触个新的东西 你肯定多少也会投资 包括各个方面 其实不是特别的适应 上篮是篮球所有技术里面 得分最简单的东西 你们居然可以这么多上不进 一个往返 来吧 来吧 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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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到三个位置 让我知道 集合一下 我跟你们说 真的挺让我意外 我就没想到你们这个水平 这个训练我们刚做了五分钟 你们就已经都不行了 我本来想做二十分钟 但是算了 因为赛制的原因 我们也要面临很多很强的对手 我觉得这些三星般的球员 如果他们满足于现状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三星 真的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下面我做的这个练习 是因为我看过你们 打的比赛的过程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在防守的过程中 那么喜欢用手 防守是用你的身体 和你的脚步去阻挡敌人 手只是为了去干扰他 不爱用手 现在不让你们用手防守 看好教练怎么做 好的 我们做第一个 我们终于阻挤 手挡敌人 把他打的阻挡 然后连着他 他要去阻挡 然后我们支撑 所以我们向下 往下 准备 停 好 来吧 走 上太快了 来吧 来吧 8个人 8个人 接球和学院是不同的风格 我就是想利用这种训练方式来去纠正一些在职业赛场上会遇到的很大的问题 刚才大家看天极座的其实看起来确实是很好很有力度 但是这五次能四次我都能吹你犯规 我犯规 你犯规 因为这个上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能说 我一步就给你卡死 这样是你侵犯了他的进攻攻险 你懂吗 你不能一上来就想着把它顶出去 对吧 这样的话你每一次都是阻碍犯规 要跟着它慢慢的移动 不要想一步就把它卡死 再来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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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了 这把这这回就好多了 没没 这个就是他犯规 明白你已经占了好你的位置了 兄弟不管在专业性还是性格方面都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指导者 对他教的所有的防守啊包括一些战术啊都是从国家队那种下来的那些专业性 就是在专业性上面肯定是无庸置疑的 就是一个风格的 所以我们现在将军队是在阻碍的 大家在里面上击的会儿 就直接打了 我打1打1 因为我在美国待了4-5年 对于我来说我也非常熟悉 这个就是典型和美食群的样 因为纯队看来热身 甚至上来5打5热身 这都会经常发生 所以你们两个都 我现在看一看 我们来看 我可以打招呼 我可以打招呼 走 你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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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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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然后再转换进攻 不要再上演 我们下期再见